好,這個是中段 那在MCU裡面都會有一些中段 這些中段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其實是靠這些中段去執行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有一些東西要讓它的時間要抓得很準 時間要抓得很準,尤其是控制 控制我們通常會把一些Controller放在一些Timer的中段 原因是因為我們會希望我們設定的這個Sample Rate 它能夠真正的幫我們去在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去執行它 所以包括ADC擷取 我也希望它即時的擷取到我要的訊號 是即時的這樣,所以中段其實是一個比較即時的 只要這上面的Cluck的這個東西的時間是對的 好,那在TI的這個上面的中段 它在Sample Rate上面怎麼用 它就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元件 叫做Hotway Interrupt 那這個元件在哪裡呢? 各位剛剛點一下這個Package 好,這邊有一個Scheduling 好,就在這邊 有一個Hotway的Interrupt 那各位就把這個東西元件拉出來 好,那我們怎麼樣去設定中段呢? 各位把它點進去 好,那在TI的裡面呢 中段呢它是透過查表的方式去查詢中段 好,那這個表怎麼看呢? 我們可以點這個Help 好,Help這邊就有把TI的這個中段表呢 幫我們把它列出來 譬如說我現在要看的是28069 這邊有它的晶片 好,各位稍微看一下28069是在 上面這一個 有看到嗎? 在這裡,剛演花了 在這裡 OK 好,那它怎麼對照 譬如說你今天要做ADC的中段 下面這個是CPU 上面這個是PIE 所以ADC的中段剛好是在1跟1這一個 OK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PWM的中段 這邊有PWM的中段 譬如說你要做PWM的 隨便 譬如說這一個 這個是多少 CPU是2 PIE是6 OK 會對照嗎? 上面的是PIE 這有箭頭 PIE是什麼 這我就不知道了 PIE是什麼 I好像是Interrupt 對,這個要查一下 它的縮寫是什麼 這裡有寫 Peripheral Interrupt Expansion OK PIE是這個 所以I是中段 我知道I是中段 那前面那兩個我就不知道 好 所以呢 根據這個東西我們就可以去啟動這個中段 好 那所以各位看到這邊呢 其實它現在開了五個中段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上面其實有填 它怎麼看 上下是一組 所以你看D跟E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ADC的中段 有沒有 然後4E 你可以來查一下4E是什麼 CPU是4 PIE是1 4E的話是什麼呢 4E CPU是4 PIE是1 這個Ecap Capture Ecap是說 當你的這個Ecap的這個Po 有0跟1的變化的時候 它就會去執行這個中段 就是有一個訊號的變化的時候 所以這個我們自己也要搞清楚 對 你要看這些中段的 的 的做動怎麼做到 然後那代表 這個就要看DataSheet 因為這裡面也沒有辦法寫這麼清楚 還蠻 對 這還蠻那個的 所以如果 如果今天做到一些比較更細部的一些東西的話 就要把DataSheet稍微多看一下 好 所以第二個 是Ecap 然後第三個 我們看一下 4243 所以這三個都是Ecap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這三個都是Ecap 414243 首先從這個 414243 這是三個Ecap中段 那為什麼他用這個Ecap呢 因為他的那個馬達是用FoldSensor 那FoldSensor就是0101 所以FoldSensor起來 它就會進這個中段 FoldSensor起來就會進這個中段 所以他用三個中段 去抓這個FoldSensor的訊號 那如果你今天是有Encoder的話 就不用這麼麻煩 因為這個例子是FoldSensor 然後接下來呢 是11跟1 11跟1 11跟1 11跟1是什麼呢 11 這個CLA 這邊有用到CLA 所以他也把CLA的中段把它啟動 那CLA是什麼呢 請各位去看一下TI的DataShoot 好 所以呢 這邊怎麼對應 這個是11 這邊有五組對不對 從左到右 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 第三組第五組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ADC中段 那它的順序剛好是從這邊 12345 這是有順序性的喔 你不能 我的意思是說 即使你把這個倒過來 你不小心把它旋轉 你把它變成這樣 第一個還是在最下面喔 喔 喔 雖然這樣很奇怪 總之 總之 從這邊看過來 這個是第一個 OK 12345 好 這是第一個中段 第二個中段 第三個中段 第四個中段 第五個中段 第一個是一對 第一對 就是11 對11 這個要對清楚喔 對 然後中段 副程式裡面跑的東西 我們會用一個 Function Code的Subsystem 把它接起來 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 拉出來的這個訊號 是一個觸發源 這是一個觸發源 我要去觸發 某個Subsystem OK 那這個怎麼拉呢 就在這裡 在CMulink這邊的Subsystem裡面呢 這邊有一個 Function Code預設是沒有的啦 所以各位可以拉一個這個 Trigger的Subsystem 然後呢 把這個Trigger的這個東西 把它改成Function Code 就會變成是Function Code的Subsystem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Function Code的Subsystem 然後你要去承接這個觸發訊號 這樣子做 OK 所以這一顆是這樣來的 OK 好 那這個是中段 這個是ADC的中段 那這個ADC的中段 它其實就是在抓 這邊你看有一顆ADC的這樣的元件 有沒有 那這邊就是在算IA跟IB 它在算 它在抓那個馬達三項上面的電流 從I 就是抓其中兩項 因為它是各項 差不多120度 所以其中兩項就可以導出第三項 所以第三項不用抓 第三項是用算出來的 好 反正這邊是在抓電流 抓電流 對 然後這邊會去算出一個東西 這個我就不解釋 這是馬達驅控裡面的一些演算法 那我只是教各位怎麼看中段 好 像是馬達這個block 它寫得很清楚 應該講說 它做的裡面這個model 寫得很棒 可是它裡面到底這個model 你推學是什麼 我們有手冊可以看得到 可以啊 可以啊 最新這邊有一個model control block set 你其實 老師可以參考一下 是 但是 但是這個是新版的才有 對 就是這個裡面 它反而很多東西都做進去了 嗯 到底後面的 有 這個原件 原件各位 老師.help 他都會說這個原件是怎麼寫成的 這個比較簡單 這邊有equation 嗯 對 大部分的原件都有這樣的說明 都會說它這個equation是怎麼寫的 OK 對 所以老師可以參考一下 嗯 那FOC的這個control其實已經是很成熟了 像這邊其實還有一些 比如說你要做sensorless的 你要做其他的FOC的控制 這邊都有 這邊其實有一些做好的control了 FOC的control了 嗯 這個工具是在20B 20A才有的 叫model control block set 很新 對很新 是一個蠻新的工具 然後這個裡面呢 它其實也跟TI的一些 TI的這個package做整合 比如說它可以用這個 它其實上面還可以買一個馬達的driver 小小的 我今天沒有帶 我不知道你們要做馬達控制 它有一個小小的driver 直接裝在這上面 然後你接上馬達就可以控制 所以老師如果要做馬達去控 然後要給學生測試 可以買那個模組 那個也是幾千塊就有了 那個馬達 小小的一顆 小小的一顆 我們辦公室就有了 對 小小的一顆而已 比較不會危險 這邊有BC無双馬達 對 BC無双馬達 有一個已經寫好的內建範例 對 是的 老師可以去買那個馬達 來 有一個小小的驅動器 大概是這個大小 然後直接插上去就好了 對 其實還蠻方便的 其實還蠻方便的 好 如果 如果你們想看那個有沒有 好 我又再給你們那個網址 這是我們的TechForeign 我有做展示 我有做那個demo 好 所以這個裡面呢 它就會是這裡面的code 就會是在ADC中段進來的時候 然後去執行這裡面的東西 那這裡面做什麼 就是抓ADC 然後這裡面做一些運算 然後把這個局面要打開 它就是做這個事情 那它沒有這個timer都是一樣的 它這個不是timer 它這個是ADC ADC的意思是說 當我在做ADC截取的時候 我開始截取的時候 我就進來這個中段 對 或者是截取結束 這個我就有點忘記了 就是說我截取結束 我還要啟動這個中段 就是說當我第一個ADC 我在截取的時候 截取完了 我馬上進這個中段 因為我截取的 就是現在抓到的 那我就開始去算 OK 好 這是第一個ADC的中段 然後接下來就是eCapture 這三個就是在抓hole sensor 所以大家看看它其實寫得很清楚 hole sensorA hole sensorB hole sensorC 那本身TI這裡面其實有提供encoder encoder 它其實有encoder的library 等一下 這邊其實有eqep 這個 這個就是encoder 所以你只要把AB相位把它接進來 它這邊就會讀到count字 那看你要不要做四分割 OK 四分割知道了 encoder encoder 為什麼要AB相位 為什麼 因為它要知道它是正轉還是反轉 這個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encoder其實是透過AB相位 然後各差90度 所以我只要看誰領先誰 我就知道是正轉還反轉 OK 然後另外我們還會提到說做四分割 就是encoder 就是encoder的解析度 如果你單從一個相位 譬如說它是500個hz 那你就是一圈500個hz 那我就除以360度 我的解析度就是這樣 對不對 如果我單看一個的話 那可是如果我有AB相位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再做四分割 什麼意思呢 因為AB相位正好差90度 所以這邊就是A0 A1 B0 A1 B1 A0 B1 然後A4 1 2 3 4 2個都是0 所以這4個可以再把它切成4等分 所以我的520就可以再乘以4 當我進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再看它在哪一個等分 我就多了四分之一的解析度 就4倍的解析度 OK 所以我的解析度就可以到500個hz 然後乘以4倍 那我的解析度就會提高 好 這是encoder 為什麼你要AV相位 然後通常這邊還會有一個可以做四分割 那所以你在困Dayshade的時候 你要注意 那有時候這個會寫成2000 那有時候這個會寫成2000 就是它已經這樣 對 就是有時候我們要注意這個解析度是我們要看我們把這個角度能控制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所以這個其實還是要有些基礎的概念 有關這一些interrupt 還有一些這個 對 還有Hallower運作 這馬達驅控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在做這方面 所以我能跟你們聊這些 對 對 不然我真的只能講中斷 好 所以這個是三個ECAP 那因為我的前一個工作 我是在做機車的馬達控制 所以我知道這個hold sensor 但是我不是拉伺服力的 我是直接寫C控 所以我那時候是比較痛苦的 好 那這邊有三個hold sensor 它就是幫我們在算那個馬達轉指的位置這樣 那這邊它還有一個是CLA 這個CLA它是主要是在打PWM的 這邊 所以這邊就是去打PWM 這三個PWM 來控制那六個上下 就是那六個功率元件 OK 馬達驅控是透過這六個功率元件去切換 馬達其實是把DC變AC 這是無耍馬達 好 所以上面都會是你的DC bus 看你是幾伏的 像有一些像 像特斯拉那車都好幾百伏 這個DC bus都好幾百伏 所以他們通常會生壓 因為電池可能只有兩百伏 可是如果我要到六百伏 我就要升壓 要升到六百伏 才能夠丟到馬達 所以通常電動車裡面會有 會有電池的電壓 然後跟升壓的模組 升壓模組進來才會是這個DC bus 那這個DC bus上面就會有六個開關 開關的模畫 這樣的話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要去控制這六個開關 開開關關 然後讓這個DC bus的電流流到馬達去 所以這邊會接觸三條 這是馬達的三項ABC 所以它會接通 然後流到馬達的線圈 然後再從馬達的線圈 從這邊 從這邊去收拆一下 然後流到這個0伏 就是兩百伏好了 六百伏 所以電流會從這邊灌進去 然後再流這邊出來 那為什麼要一直切 因為我們要去切換這些線圈 所產生的磁場 這個磁場跟轉子的磁場 要互斥馬達才會動 那它動了之後 磁場的位置就變了 那我就要再切換另外一 然後讓它又是互斥 所以就一直把它斥斥斥 這樣就會去轉 基本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去控制這個東西 所以就有人發明一些什麼FOC 這些像樣控制法 就是在做這些東西 那基本上這三個PWM 就是在切換這六個東西 那通常FOC的算法 這兩個剛好會是反向 所以通常只要這三個就好 你只要控制這三個就可以 因為這一個會跟它反向 這一個會跟它反向 所以這邊如果是1 這邊就一定是0 所以今天只要得到這三個的磁場就好 這個就是01 這個就會是1 所以是這樣 好 所以這個就是打出來了 這三個PWM的東西 那它只控制一個像 它只控制著上面這個 好 那這個是PWM的模組 好 那這個模型把它弄進去以後 它總共有六個中段 為什麼 那不是五個嗎 為什麼六個 對 對 我們六個 原因是什麼 我剛剛不是講有一個Timer0被佔用掉嗎 就是說你今天沒有拉這個東西 這裡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是不是放在中段 這個地方就要放在Timer0 所以這裡有六個中段 這裡有六個中段 其中的這個部分 是放在Timer0的這個中段裡面 所以Cubita就會根據你這邊設定的時間 把這一塊把它放到這個中段裡面去跑 你們看這一塊是沒有的 這個是在ATC裡面沒錯 可是這一塊 沒有東西對不對 那它要在哪裡 最近中段 在Timer0的中段 OK 所以只要在這個外面的都是這個 所以這裡有六個中段 可以啊 可以啊 就看你啊 有些人希望这个controller是在 没有 这个是一个controller 所以我希望我的PI的controller 是在时序下去控制的 譬如说我这边设1.1 second 那这个controller就是1.1 second做动的次 这个是controller 我们会希望是时间的这样子去执行它 所以这是看我们需求 通常controller会这样 就是固定时间 因为这些中断都是不固定时间的 它不是固定时间 它是看你马达转多快 因为这个是hold sensor 你转越快这个越快 对 controller通常就是放在timers这样一个中断 所以你看它把它摆在外面 它把它摆在外面 这个ADC我相信也是蛮快的 因为这个要抓蛮快的 所以ADC我们要抓快一点 以至于我们在timering的这个中断进来的时候 我希望抓到的纸非常的及时 就是现在马达上面的电脑 所以这上面都会蛮快的 好这个是中断怎么做 中断的话你就是要加一个这个 然后如果你有多个的话 要用这个去分开 好 这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在解释这个中断 OK 好 那它这边还有一些 弄这个东西 这是有一些global variable 你希望这些东西在这里面都可以去 被写 那你可以把它拉出来 这个叫DataStormator 好 就是有一些global的变数 你希望在每个中断都可以去写它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种 所以它原来每一个小的这一个block里面 它是好像那个很少同性一样 就是一个function 一个方选 这就是一个function 每次进来 它就从这边开始抓 然后我们把这个算完 所以它只认得 一般来讲只认得它自己都 这个block里面去 对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那这里面如果有去写入 这个值的话 它就会被写掉 但是要注意 要注意的就是说 像这种 如果你这个都是有去写它 这个也有去写它 这有时候会有一些 硬体上面的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些中断都有一些优先顺序 所以他们在中断表里面就会去排它的顺序了 就是中断其实也有人是老大 有人是老二 所以老大要先做事 所以假设呢 假设它是老大 假设一开始是先 它先进来 它先中断进去了 然后结果我要去写这个值了 刚好写到一半 写值也要时间 写入值也要时间 写到一半 这个进来了 老大来了 所以我就要停下来 我这个写入就写到一半 OK我只写到一半 然后老大进来 我要先做老大做的事情 做完我才能再继续写 中断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人中断进来 就是那个钱就是先做他的事 好那好死不死 这个人刚好会去读这个值 那怎么办 就会错 因为我写到一半 所以这个就要保护 所以当我在写这种 Global Variable的时候 我要把中断关掉 写完之后再打开 也就是说 这个老大会等我这个东西写完了 他才会换它 这样的意思 他现在不是用Cumber 0 他是看时间的 他这次不读 他就下车了 没有 就是说 他这个一定会读 只是说我们这边做保护 也就是说 我让他晚一点点中断 我先把这个写入写完 才能中断 那个时间很短 这种情况不会很常发生 就是好死不死 有一个状况变这样子 我刚好写到一半 你就是要进来要插断 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 Timer来控制的话 他的时间到了 他读 可是你说对不起 你要等他才读 这个意思 对 他这边 因为我这边已经把那个中断关掉了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这边在写入那个纸的时候 我已经把中断关掉 所以事实上是不能中断 他是不能中断 那我写完之后再把中断打开 然后这个中断才会再进来 那他会不会就跳过去了 这个就要看他硬体怎么运作 对 有可能跳过去 有可能跳过去 那你就少一个cycle time 所以这个在设计上的时候要注意 会有这种硬体的问题 会有这种硬体的问题 所以这些硬体的这些中断的问题 是在CMink里面没办法模拟出来的 是只有放到硬体上面去跑 才有机会知道 你会不会产生这种问题 而刚刚讲的这种问题又很难发生 他可能跑好几千次好几万次 才发生那么一次 有可能 有可能他不会发生 或者是说你可能就尽量避免 这边去写入这边要赌的东西 尽量避免这种东西 如果有真的不得已就是要保护 不然就是会出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程式是刚好可以烧进去的 我来烧给各位看一下 好 所以你直接deport进去就好 那这边其实你看这个model也很 他有跟你讲 这边其实有他搭配的一个driver DRV8312 我好像有看到 我用的是很像红色这一块 但不是这个 DRV8312好像是这一个 是DRV8312那就不是用这个板子了 这种晶片他有的是出这种的卡夹式的 所以如果你要配合这个8312的话 你就要买这个 然后去插 那我上次用的是另外一个 好 所以看你的驱动版买什么 这些店台湾都买得到 都买得到 我这个也是最近买的 广华商场买得到吗 还是一定要到MTI那边出去 DigiKey 对 那是DigiKey那种地方 但是我讲说如果拖展的话到广华商场 应该有 要看有没有人进 对 广华商场有机会 就是他如果是很怕Bew的这些东西 很多学生在买的话 他就会 对啊 对啊 好 那我把Bew进去 那等一下我们来开这个复杂的专案 这个就是一个马达驱控的一个模型 那那老师可以让他们来设计这个Controller 所以老师可以去 比如说学生去挖空其中的某一块Controller 把它放成自己的 然后真的丢到马达驱控这样 但助教可能要写一些保护啦 或者是你用电源供应器 电源供应器上面锁电流 就比较不会烧坏 因为马达驱控控制不好就会烧坏 所以我自己是用电源供应器 因为电源供应器会锁电流 那如果他不小心让他爆充或是什么 就可以先电流先制住 把它跳掉 它其实已经烧进去了 它其实已经烧进去了 好 那我们的工具其实可以看一下转扣的结果 这个就是转扣的结果 这样各位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C code 所以通常我们如果要整合的话 就是丢这包C code 给底层的人去整合 哦 OK 啊底层的人只要把IO接起来就好 把IO接起来 然后把一些Function放在中段里面去呼叫 放在中段里面去呼叫就可以了 那这是他转出来的C code 这自己写还是相当的时间 对 这个会需要一些时间 那各位其实也不用自己写 你可以试着去读这个code也可以 当学习嘛 对 那这边都有说 从哪边转的 哇 哇 哇 这里有hyperlink 这是哪里转出来的 哦 对 哦 他这会是real-time 如果在这边改 他那边 这边不能改 这个是report而已 OK 就反过来 如果说新闻里面在那边动 要compile完才会出来 对对 要券扣一次 对 对对 那这个code是放在哪里呢 他会放在你目前的路径之下 在这里 哦 那他也会产生CCS的状态 等一下我用CCS开给各位看 好 那Ccode会放在这边 哦 这边是Ccode 那你只要看到Messwork的这个都是 他其实 点C檔就是那个模型的名字 这个模型的名字叫 C28069 PMSNFOC 底线CLA嘛 所以他的 他就是这个 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组成 最主要的那个CCode 那这边有一些其他的是 这个Messwork这个ADC呢 是我们做了这个ADC的设定之后 我们刚刚不是拉了一个ADC吗 在这边 你这边做了一些设定 然后这边 那一个 那一个ADC.C檔 是在看你这边怎么设定 然后他会把它变成是一个Ccode 那这边的设定是要去设定一些register 要把它打开 我刚刚不是讲 他的IOPort都是共用的嘛 所以今天你要让他是ADCPort的话 不是GPIO 你就要设定某个register为1 他才会是ADC OK 可是背后里面就是会有这些设定 那这个设定里面他就是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 这种你看ADC有没有 这个我猜他背后就是在写这些东西 你看就是这些register设定 所以如果你自己写的话 你要去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刚刚看到这个界面 他帮你做掉 这个 所以你只要去了解他背后的意义 他后面就帮你券成这个Code 所以这个Block里面 后面有一个券扣的技术 是把这个东西转成这个 那这边上面的东西 在HELP里面应该都有 有 但是我不确定够不够清楚 因为你看有些 有些就只有写两三个 可是对于初学者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SOC Trigger 这边其实会假设你读过Datasheet 你读过Datasheet 所以他会知道 你会知道这个SOC Trigger是什么意思 然后Sampling Mode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其实没有写得太清楚 所以你最好还是有Datasheet 对 基础知识 是的 是的 好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一包C Code里面的东西 好 那他因为他本身会产生CCS的专案 像我有一些 有一些学校的老师 他们其实也是教同学 从CCS开始 所以有些同学他们本身会写一些CCode 但是他们又希望说 你可以利用Model这边所产生的一些东西整合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想要看一下这个CCode怎么写 好 所以他们有些人是熟悉这个CCS怎么用的 那我大概来打开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好 那我就把我的CCS打开 好 那预设会叫你创建一个Wordspace 你就按照他预设的这个去创建就好 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这个不管他 好 那我就去RODE我的专案 那我要记一下我刚刚这个专案的位置 他是在这里吗 我先把它扣下来 好 那他怎么Import进来呢 是在这边有一个 这个 Project 各位要进到这个专案 有一个Import 在这个 要点这个CCS的Editor这个模式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Project这边 有一个Import CCS的Project 然后呢我把刚刚的那个路径把它贴上去 好 好 那这边他就会自动抓到我们刚刚产生的那个专案 这个 有没有 再说一次 刚刚用CmuLink去View的时候 他会自动产生这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里面会有一个CCS的专案 好 OK 那刚刚的这个就是扫到了这一个 他自动去扫到了 好 Finish How would you scan How would you scan How would you scan 有CCS的专案是很清楚的 好 那因为我现在这边其实开了三个专案 好 那因为你把它漏进来了 所以这一个会是Activate Active 好 这边被Active 那他专案里面就是会把刚刚所产生的这些CCode把它放进来 好 所以如果你要看CCode的话 看看各位 如果你习惯用这个环境去看CCode 就可以去点 比如说我想要看一下 刚刚他产生的这个CCode 就可以在这边去改 这边是可以直接改的 OK 通常是这样子的 把模型券出来之后 他会把它透过这边去viewcode 然后如果要小修改的话 他会在这边修改 我改完之后 view进去测 OK 再把模型那边改掉 因为模型才是我的源头 你这边改源头没有改 你再view一次出来 又是旧的 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 那这边的话呢 你一样可以进入debug模式 你就点这一只虫 好 当你点进去之后 他就会开始编译 刚刚的那些CCode 那这个做的事情 刚刚跟刚刚我们在model 做的事情很像 你看这个东西 是不是超像的 是 其实很像 这些header他都会有 不需要再去拿来找 是的 不用再去找 这个本来就是你在存Code开发的时候 你要熟悉的一个环境 就是这个环境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他还要把那些 他还要设定一个config檔 就是我怎么样烧录 那些post 是什么那些东西 那因为模型都已经帮我们 建好 模型都帮我们设定好 好 那这边就会出现这个按钮 你就是点这个就可以 开始run run这个程式 那这边才能做debug 所以模型其实还是没办法debug 模型只能够捞资料回去看 对不对 这边才能做debug 所以有些人比较熟悉这个 他可能就会打开这个专案 然后做一步一步的debug 好这边是要做一步一步的debug 对 很有可能在simulink那边建model的时候 换一个小错误 产生出来的compiler 在simulink的环境下 compiler 没错应该就是 这边compiler就不会有错 只是说 会错的原因是因为 你可能有一些计算 或是控制的一些东西没有算好 可是你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那我们可能要一步一步看 那这时候可能就要 那你就要进到这个程式来 譬如说哪一行有问题 这边可能有问题 我就加一个中断点 这边可以加中断点 这边可以加中断点 然后run的时候就会停在这边 然后就停在这边 然后你就去看现在的这个值是多少 对现在是0 好就会看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0就不对 这个每一个ide都有这样的功能 做debug功能 那ti的就是长这样 那它以前不是这样 这个是叫eclipse的界面 现在很多界面商都跟eclipse这个界面整合 所以大家都很 都是这个界面 大家都很像 叫eclipse 博物的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就是长这样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特别 他们的想法是说 我以后就是统一在这样一个ide开发 那我不用去熟悉 去再去熟悉各个 因为每个晶片商都有自己的ide 所以今天我要换晶片的时候我就很痛苦 因为那个ide我要再重新熟悉一次 我那个熟悉可能也要好几天 所以现在大家都可以整合到底面 所以大家的那个debug的那个界面全部都一样 只是中间的这个code不一样 所以我如果今天换成API的 用EUDSP的那个环境的 它如果有整合eclipse 就会是这个东西 就会长这样 就会长这样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因为大家不用再一直熟悉那些ide的 每家都每家自己都会高水 真的会是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用CCS去打开 这个转按 Pi的CCS应该还是免费的 对是免费的 不用钱的 好 我们刚刚点这只熟 可以顺利debug 对不对 嗯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做的那个设定 就如果你们回去发现不能build 刚刚的那个 其实有 等一下 刚刚的那个文件里面 我其实有一个地方提到 大家要去设定成内建的compiler 就这里 好 如果你今天没有做这个选择 他就会用MateLab原先装的compiler去 去compiler 成那个专案档 那么呢 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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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用CCS打开的时候 当你按这只重的时候 因为按这只重 他也会去后面做compiler 他就会说 你的compiler版本不match 他没办法做编译 好 所以如果各位要用CCS打开的话 然后你要去debug 这个步骤是一定要做的 那如果你今天不需要 你不做也没关系 因为内建的那个compiler就可以编译了 好 也可以顺利的编译过去 有什么差异 就是说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compiler是有版本的关系 你不同的版本他不能编译 对 好 所以如果各位不用CCS 那你就不用管这个步骤 好 就没有这个步骤的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我希望在CCS上 因为我现在这个东西选的就是CCS的compiler OK 但是内建的那个compiler版本一定不是这个 你是说 你是说Manelab Manelab Manelab在灌这个support package的时候 他会自己灌一个compiler在另外一个路径 预设的会指定当他进去 那因为你自己灌的版本一定不是他想的那个版本 一定是不一样的 你有可能灌V8 有可能灌V6 有可能灌V9 所以你们一定是不match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用CCS去打开专案的话 就要做这件事情 好 这个是透过CCS来开启我们的专案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debug的功能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debug 来看一下你的code在run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OK realetime workshop其实是我们的coder的名字 对 我们的coder其实 我们有很多种转code的工具 那转成c的话我们叫coder 那所以呢 现在coder的架构是这样 他直接变成三个coder 那以前呢 这两个叫做realetime workshop 就是以前的转购工具呢 他只分这两个 这个叫什么呢 realetime workshop embedded code 这rtw就是realetime workshop 然后ec就是代表这个 所以以前的转购工具只有这两个 ok 所以realetime workshop 就是代表我们的转购工具 所以你今天要把maylab转息 或similink转息 就是会用到这个 那为什么他要拆开 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user 是只有写maylab ok 那他会说你干嘛 你干嘛给我这一包 我又用不到这个功能 了解意思 了解意思 所以就把它拆开 所以如果你今天只转没那个code 就只有这一个就好了 因为以前这两个是一整包 然后不是这一颗 对不对 那你又不转similink 你干嘛给我这一整包 所以他就把它拆开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开始是这样 然后后来变成这样 那现在这个maylabcoder 对不起 还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用 maylabcoder怎么用 他现在把它做成app 所以在这边 那这边你可以找maylabcoder 如果你们想要真把maylab去转成ccode的话 这边maylabcoder 点点这个maylabcoder的app 好他就会出现这个界面 那你就是去选 那maylabcoder只能转function 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maylab先弄成function 然后里面不能有一些不能转code的 比如说plot 这种gui界面的这种东西 绝对不要写在里面 因为他没办法转 这合理的 你怎么可能转出来的ccode会画图 怎么可能 就不可能去转这种东西 就是你通常里面放的就是一些数学运算的 这些东西 逻辑判断这些东西 不要有什么画图的这种 那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呢 就是说 我们在写emetic这些system的时候 mygo control的通常会牵涉到用 那个vintager这些的 是 那但是在maylab里面 我们大部分其实都是用 时数的运缩 对 对 对 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可以进步到 maylab自己会把我们谈到 就自己转成我们需要的 在转的时候 他会针对这些资料形态 他会去选择 来 刚刚这边我们没有选 maylab这个要 等一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什么例子 我先 我先再打开一下这个模型 因为我们照你的步骤 就不要因为我这样就会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我快讲完 所以老师问问题我就回答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模型 我随便开一个 好我们刚刚其实只有选chip 对不对 其实是他背后帮我们做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去转code的时候 有没有 这边其实有一个这个东西要去设定 这个就是资料形态 好 假设我今天 我今天不用这些package 我今天设计好了一个pid的controller 好 我们就真的来 我们就真的抓一个 我抓一个pid来转 好 假设我今天我设计好了这个pid 然后 我有两个输入 好这个输入呢 这里会有一个setpoint 那我先把它设定成定制好了 或者是说这个setpoint 我是希望透过外面的东西去设定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input 是我的pid的回收的值 那这是我的arrow 然后这个是我的pid的输出 好 那这是我的control了 我有两个输入 一个是我的setpoint 一个是我的实际的回收的值 然后这是我的pid control的输出 好 那我们来转一下这个东西 好 那在新ink这边怎么去转code呢 这也是新的做法 它也是用成app 好 那这边有一个embedded code 它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simuling code 这里simuling code 跟embedded code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这两个 这两个都是for general purpose 就是说 它比较针对这种cpu的 ok 不是说它转出来的code 比较没效力 也是说 它能做的一些客制化的设定 比较少 ok 因为embedded code embedded system 是 它的运算能力 跟cpu 比起来是差蛮多的 运算能力可能是 20倍 30倍以下 甚至更低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 我们在simuling code 面的这边转出来 放到这个系统的话 我就需要 我就需要一些客制的方式 来fulfill它的一些要求 所以embedded code 呢 它里面会有比较多的一些 客制化的功能 跟优化的功能 在这边 所以它 你可以说 经过这些客制跟优化之后 它变得更有效率 ok 对 这不同打算一场 您刚刚提到说 那个第一个第二个 meta code 跟cpu 是指电脑上的cpu 对 那下面这个embedded system 的code 如果你今天要针对embedded 当然这个转出来code 也可以放在这里 就是更好 是 但是这个specifically 是为了 给minebook controller 这些 对 对 所以它其实设计了 很多优化的功能 然后跟客制化 就是你可以针对 转出来的code 去 客制化成 某一些microcontroller 的一些要求 对 就不同场白的 不同的model 对 你可以让 你可以让你的 转出来的code 譬如说可能 转出某一些code 是否这个 譬如说 譬如说有一些 有一些mcu 它可能有一些优化的方权 或者是一些优化的library 那我都要在模型上面去呼叫 或者是我转 转code出来 就要有这些东西 对 那在embedded code的里面 才能够去做出类似这样的事情 对 对 好 所以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个 这个东西的原因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 用了TI的这个 就是直接 营入到这个 因为它本身就是 潜入式系统 好 那我们就跟各位讲这个好了 因为你们现在是在玩 潜入式系统 我们也有一些是针对电脑的一些solution 好 比如说像 像 这个东西 它就是 是一个 PC-based的 那老师买的那些NI 那个也是类似这个概念 只是说NI现在没有跟 CV-Link这边结合 这个 那各位可以看 这个东西是这样 它是一台电脑 像这样的一个 我要点到哪里去了 这个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那里面可以插卡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机箱 总共有这四张 那里面可以插卡 卡片是什么呢 看你要做什么应用 譬如说我可以插analog的 我要做AD analog in跟analog out 然后我要打PWM 我要读encoder 这些东西 所以不同的应用 不同的IO卡 那这些IO卡 无非就是 其实就是做这些 feriferal的功能 那只是说 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电脑 所以它运算能力比较强 看起来挺贵的 对 是蛮贵的 我们先不看钱 看起来就很贵的样子 在某一些特殊的产业 他们会希望先把演算法 这是上面先验证 所以它先不做这个 因为这个其实已经快要到成品了 对不对 所以它会先拿这个controller 去验证 控制算法 会不会OK 可是这个验证完 因为它 它的size比较大 你才不是size比较大 他只是接这些IO卡 去控制马达而已 他先 他想要先看 Aquis 然后不OK OK 这是一个在非常早期的一个验证 嗯 我们叫Rapid Prototyping 这样 对 因为我想说 我们在这个上面 它那个程式 这个都转出来 程序一定比较大 在那边可以用 你要dump 到这里应该是不行 所以在dump 进来就要再优化 OK 但至少它能够先知道 它这个想法 idea可不可行 对 是这样 好 这是我们在PC上面的solution 那在PC上面的solution 它也需要抗扣 但是就只需要用到这边就好 就只要这个空的就可以了 那这个上面还要装Metalive 相关的东西吗 不要 它上面要装即时作业系统 因为它也要keep住 我的东西跑的是即时的 所以这上面要有一个RT 叫Real Time Operation System OK 那这个Real Time Operation System 是由CMulink CMulink里面的一个工具去产生的 它叫CMulink Real Time 这个 这个工具呢 它可以去产生那个Real Time Kernel 然后我们再把它download到这个机器里面就可以 好 那这个CMulink 可以 如果它以前叫XPC Target 老师应该有听过 对 那就是以前的XPC Target 那以前XPC Target是可以跟NI的硬体去绑定 所以老师这边以前可能有NI的 对 但现在它已经 不好用 我是觉得不是那么一样的合线 就是说 一般会价位 对 以前比较便宜 以前不用直接买这个机器 你可以自己装 然后二方面 应该它 是它叫Pretty Own Line View 我知道 所以很讨厌就是这样 就是 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样 没有关系 那现在他们 他们自己的这个东西 就叫 用VariState 他们也有这个Solution 因为NI本来就是要卖这个 跟卡片 所以他们也整合了一个环境 叫VariState 跟我们的东西整合在一起 这样 那没有关系 这是给老师参考 不过他的 就这个Hardway的Loop Simulation 就我们还蛮需要的 OK 在很多厂的下面 OK 那这个就会需要这种机器了 是 那不管是用我们的 卖这种机器的人有很多 最早是DSpace 然后NI的 还有OPPO RT 跟这个Speed Go 目前台湾看到的就是这四家 那个台湾都是一个很大的 过程特点 对 DSpace最贵 那个贵的 一个卡片十几万二十万 对对对 它会那么贵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制造成本高 是它背后要经过很多验证 OK 是那些什么CE 那些Mark 那Mark都很值钱 对 这是某些组织吗 就是你要去透过什么 温度测试 湿度测试 耐用度测试 这些东西 然后你要过某一些 电池的一些法规 这些东西 对 是那个东西在贵 但现在有问题 那些东西我们 好比说15年前买的 是不是这么早就先买的 现在 没有地方可以用 因为它插的电脑是旧 很旧很旧的老电脑 对对对对 那有办法让它复活吗 现在的组织 那没有办法 那没有办法 它就是只能用旧的 因为Driver 也是只能旧的版本才能用 就是MateLab也要是旧的版本 对 你像dSpace 它只支持到 支援到 Windows XP 还是更早之前 现在应该有Windows吃了 就是有 有有有有 因为我们实验室很久以前 有dSpace 对有dSpace 那它只支援到 好像是 我忘了 好像2000要还是98 OKOK 那你如果不在 之后 它都没有在任何的 那个 升级的 那你只能就留在那边 可能留在那边呢 其实有问题 它不是很稳定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它反正 它就不是很稳定 它很会荡掉 软体很容易荡 整个系统 串才有够Rub 那 就在Win98 Win95 98的时候 荡掉 荡掉 有可能是硬体的问题 有可能是软体的问题 这个 其外的话 它有点 就是 当然商业上的说法 它说 好 我希望你能够把系统 跟进到98 跟进到98 会比较稳定 可是你把系统 跟进到98 它会跟你讲 你的Driver 不要再合作 你不是说95的系统 95的Driver 就能够用 就不能用 所以它先给你玩这样的方式 所以 不是很好 好 没关系 这个 给你们参考 因为这个是 目前最新的舍路群是这样 是的 是的 那DSpace NI 跟OPPA RT 那边 那个都还是在的 都还是有 就是说 你还是用的是Symlink的模型 然后你还是用这个coder 去转扣 那只是 后面的载体可以不一样 好 这是我们在 CPU上面的Solution 那 Embedic Coder 就是比较特别 就是它是针对 迁入式系统 这样子 好 那 我们刚刚是说 要转这个code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用Embedic Coder 来转 那现在转扣其实也很方便 如果各位想要转扣的话 你打开这个APP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火键 就是让你可以快速的去转扣 那当然不是说点火键就转了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用Embedic Coder转扣的时候 背后需要做一些设定 那你现在走这个东西的话会比较快 好 那这个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往下按就好 譬如说现在它会问你说 你要转整个模型 还是转某个subsystem OK 那我们现在就只有一个模型 所以我们就是整个 然后接下来要问你要转成C 或者是C++ 那我们的coder可以转C 或C++这样 OK 那另外这两个autosub 是for车用的 汽车在用的一个法规 那这各位可以先不用管 那这两个autosub 请教您一下 依然到您这个经验 C跟C++ 后转上去 转平任何其中 这样理论上可能就差不多了 那您自己个人会不会用 转平C和C++ 我吗 我其实只会C C++我不敢说我会 我只会一点点 对 所以我通常是转C 那因为这种迁入式系统的话 大部分都是C C++还是比较少的 那通常C++的话 会比较像这种RTOS这种 都是吃C++的call这样子 所以如果各位出去社会的话 是做迁入式系统的话 大部分都还是C 比较多 但是还是C比较多 因为C++也比较难啊 所以他弄成C++的话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 我会受不了 好 那这边有问你说你的call 是single instance 还是multiple instance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controller 只跑一个速度 某形是可以设定好几个速度 不同的速度在跑 好 那我们是 对不起 就是你的 你会有几个time step 就是 模型有些可以放在0.1秒 也可以放在0.01 那在模型上面 就会用颜色去标示 红的代表是最快 绿的是第二块 这样 所以这边会有两个 对对对 你如果有不同的rate的话 他就会帮你转出两个方选 然后去做scheduling 不是做interrupt 是做scheduling 就是他会去帮你 所以如果你有两个instance的话 就会有两个step step1 step2 ok 那他就会自己在man function里面去帮你写一个这个东西是怎么跑的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呢 这个 这个跑十次 他跑一次 所以他会自己去设一个 设一个for loop 然后从你跑到十次之后去呼叫一次这个 这个跑十次之后再呼叫一次这个 这个scheduling是他内建的 你不一定要你不一定要照他内建的方式去做 你自己也可以写 对 像你譬如说像我的话 这两个我就会把它放在不同的中段里面 我不会去用那个scheduling 那有的人是说 我希望都放在这个中段 只是说这个东西跑十次 他才跑一次 所以我只用到一个timer 我只用到一个timer中段 那另外一种方法是 你这边就用两个timer中段 让硬体去帮你做这些事情 所以硬体当那个中段到了就呼叫这个 当那个中段到了就呼叫这个 对 所以有这两种scheduling的做法 听得懂吗 一个是用一个中段 用一个这个中段 只是说他刚好是差十倍 对 所以我就用一个counter去算 算十次之后 第十次 跑这个跟跑这个 另外一个是用硬体的中段去呼叫这个 所以这是两种做法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嘛 我们就先设一个就好 然后这边他会帮你去检查 你有没有用一些不能转扣的元件 好 比如说这个continuous 这个continuous是什么呢 是这些元件 这个 这个连续时间的元件 不能用这个转扣 但是可以用这个 那因为我们现在开的是这个 所以他不给你转 不是说这个元件不能转c-code 是这个元件转出来的c-code 是这个元件转出来的c-code 不适合在这里面跑 所以他直接把它限制掉 所以他直接把它限制掉 因为我们现在开的是 embedded code的app 所以他会去限制你不能用这些 continuous的state 那万一有的话 有的他就会说错 对他会报错 好 那接下来就在下一步 他就检查出来 就是说你没有用嘛 这边是no 然后这边 你看 很熟悉的0.2 对不对 因为我刚没设 好 那我先不设 因为这个0.2没有关系 那这边就来了 你看他就要设chip了 譬如说你今天想要放到microchip pick 那你看我 我选不同的 他这边其实会不一样 有没有 这有pick18 没有pick16 pick 全部的应该都一样 应该都一样 我猜啦 我猜 就是dspick系列的都是 都是这样子的 对 那这个 这个没有也没关系 因为这边可以客制 你可以自己设 好 所以如果你用的晶片 这里面没有也没关系 你就是自己设定就好了 那如果有吧 他就自动 有的话就是选 像刚刚ti的话 72000就是这个 你就 这个的意思是说 他已经帮你填好了 所以他不给你填 对 那像我有很多客户是用infading的 这目前是还有啦 目前车用比较多的就是infading freescale 跟ti 还有瑞萨 这几家都有 对 st st t比较少见 然后这个是自己选 我们选一个客制的 自己客制 那这个你设几个bit 他转出来的那个character 就会是8个bit 如果你今天宣告是8个bit的话 他就会宣告成character ok 那会不会我自己选错 不知道 对 他就是照这个转 所以你选错 他就会转错 这没有办法 因为这里你一定要告诉他 ok 一定要告诉他 好 那这边还有两个efficiency的设定 一个是execution跟Rain的efficiency 那这两个是互斥的 通常你要执行的快 你的Rain可能就会占用的多 因为我可能先把东西先暂存在Rain 那我可能占用比较多的Rain 可是我在执行的时候可以比较快 好 所以如果你是要Rain efficiency的话 那他可能就不能占用太多 可是他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执行的时间 好 那我们选execution好了 基本上呢 现在的这个Rain都够大 好 所以各位不用再为这个Rain去做烦恼 以前在8bit的时候 可能比较 比较需要去考虑那个Rain的使用的那个 所以很容易Rain就炸掉了 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 那现在因为现在制程进步了嘛 那越做越小 里面装的东西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现在是比较幸福的 不用考虑太多 好 接下来这边就会跟你讲说 这边有一些设定 这个设定其实是我们要在模型里面去做的一些设定 所以这里有all value跟new value 就是我刚刚的这个流程 其实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新的设定 然后这是现在目前就有设定 那我按下去之后 他就会把这个写过来 好 那按下去就开始转扣了 对 好 那按下去就开始转扣了 就可以就可以来这边炒 好 那现在你看 现在最新的是 就是会把ccode直接放旁边 所以 点这个 这个transability可能没有开好 我没有开transability 所以他没有transability 这边有个功能要打开 等一下 我这个打开 这个把它打开 code to model model to code 这个都把它打工 code to model model to code 就是 code to model 的意思就是说 点这边会到这边 model to code 是这边要右键 或者是这边直接点就可以过来 所以我们再 我们再转扣一次 OK 我们再转一次 所以这样之后 是哪边对到哪 对对对 OK 他现在直接把扣放这边 所以你点这边 直接看到这边扣 嗯 点这边直接看扣 那当然他刚刚其实也有 把那个报告打开了 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在这边 这个报告在这边 现在他可能就不 不 不产生报告 就直接开在这边 让我们看 这好像是20A才有 19B可能还没有 哦 这是report 哦 这是 gen的report 哦 我现在点这个add 他就跟你讲 我们帮你产生的code 在这个区块 点这个 在这里 点这个pid pid 是不是有问题 哦 这是一个mask的 所以他 他没办法去那个 这个pid里面 里面其实有东西哦 对啊 他打开了一大串 这里面超多的 你怎么变那么复杂 他这个做的很厉害哦 这个我也很佩服 哇 他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今天选择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你只选pi 里面就会跟着变 他不会把某参数量 0 他就会把某一些拿掉 只有pi 这个做的超厉害 不会变成只是0 把参数设能0 不是 他就是 这个某些是pid 假设pid 你选pi 这个d就不见了 哦 他是这样 所以这个设计的 还蛮选的 这个要选 这个就是 要用manab 跟similink去写 里面要写一些脚本 对 我这非常的进阶 连我都不太会 厉害 这个蛮厉害的 总之如果你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元件的话 他都会可以去指定到 这个位置 那pid的算法其实就在这边 pid的算法其实就在这里 这边 就这一段而已 就这一段 这一段 就是pid的算法 那如果把 回到刚刚的问题上 如果把pid的mask打开 就是刚刚看到的话 这个可以转吗 可以转啊 你说整个 整个不能转 就刚刚那个 因为他这个mask 对 那这个可以转 这个不能转 这个我不确定 我看一下 他现在转扣只针对 你有activate的那个部分 也就是说 这边的选择 这边的选择 其实是会牵涉到你的pid的夹口 譬如说你选成这样 是 然后那个里面其实也会不一样 对 对 但是他现在 就现在我们右边看到这一块 是左边这一个转出来的结果 是的 是的 是他转出来的结果 是他转出来的结果 他只是说有一些可能没有转 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譬如说选p 我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消失 因为以前是会消失的 现在看这个结构不变 以前做的是这个结构是会变的 你选pi的话 就只剩pi 你选pid 这整个位置都不变 现在他已经把它做成这样 因为我们只接到两秒钟 好 那可能现在我们就开始要收入 要收入 好好好 其实差不多了 回去转完 没关系 没关系 同学有问题 在那个 有没有问题 现在可以 然后我直接 好 大概就这样 那我先把这个停下来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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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我